浩門8點檔,港星一直在 大家好,這女士立平如願 12月11日晚間 周海媚這三個字在各大社交平台爆料 點進去才發現有網友爆料他死了 所有網友都不敢相信 沒想到已經過去12個小時 本人一直沒有出來闢謠 記者打電話求證他的經紀公司 直接被掛斷電話 拒絕回答關於他去世的消息 這個舉動直接讓網友們更加擔心 難道真的走了 目前,網上傳出他去世的消息越來越離譜 甚至有知情人發文透露 周海媚確實在凌晨去世 助理第一個發現 送到醫院時身體已經僵硬了 說明已經離開一段時間了 不僅如此,知情人透露說當時助理報警 周圍的鄰居都知道此事 只是誰也不清楚到底能否搶救過來 三天前,周海媚還真更新社交帳號 一天前還和有人通過電話 其實,周海媚的身體一直都不太好 二十多年前,幻想了紅斑狼瘡 血小板缺小症 一直飽受病情的折磨 只是每次他給大家帶來的都是笑容 據說,這種病非常的痛苦 身體經常稱一塊紙一塊的 被稱為不死的癌症 這麼多年,雖然一直治療 吃了很多藥物 還因為大量服用激素類藥物 導致五官變樣被嘲諷 但他始終堅持著 這些年他一直單身 減少拍戲和這個病有直接的關係 導演在位置,周海媚的工作室依舊不回應 而他的好友紛紛打電話給他 也無人接聽 翻看周海媚的視頻帳號不難發現 他曾在8日的時候分享動態 想轉了諸多以往的劇照 包括最美周紫若和最霸氣的《滅絕絲體》 並添加了《多少人曾愛慕你年輕時的容顏》 這一話題 也就是在當天 前夫女良偉也曬出這一樣的畫面 讓諸多粉絲感慨不已 難道說女良偉滋擾此事 如果這消息是真實 那麼周海媚去世的時間絕對不是今天 再加上工作人員 拒絕回應的態度 可想而知這一結果的真實性 伴隨著這一消息的越來越離譜 由一來自周海媚超話的粉絲透露最新情況 她表示周海媚是因為血小板偏低腦毛病犯了 所以雲島在北京信義家中 家人已經送醫救治 目前已經到過危險期 關於血小板偏低 可能很多內地粉絲都沒有聽說過 但周海媚曾在媒體的採訪中明確表達了這一症狀 據了解 周海媚感情之路哼哼哼哼 生與女良偉有過一段沒有證實手續沒有辦完的婚姻關係 之後又談過幾場戀愛 但都無質疑中 最詳情的一段環妖宿樓姓建築師 兩人相亂十多年 按理來說應該會孕育自己的孩子 針對這其中的原因 周海媚接受採訪的時候表示 我十幾歲的時候發現天生血小板過大 醫生跟我說如果以後生育的話 會有生命危險 會帶出血 基於這樣的原因 周海媚肯做的時候便放棄了生寶寶 改為助養甚至還會捐助小朋友做手術 尤其這段採訪不難看出 周海媚並不是患有紅斑狼瘡 而是患有血小板呆 而這種病一般要不了生命 也就事說周海媚並沒有去世 要知道這樣的消息一旦傳出 肯定遮不住 會有相關的畫面流出 但實際上並沒有 與此同時 最初報料這一消息的網友 也已經將信息刪除 這就說明此事造謠的可能性很大 此事不管那種說法 都沒有得到周海媚本人 或者家人親友的回應 這時候資深媒體人 都因胡專門詢物了知名港星田啟文 作為香港電影工作者總會員會長 田啟文操持了明萬達的狀態 在得知周海媚的情況後 也是第一時間動用人物了解具體狀況 田啟文聯繫了周海媚的親人和朋友 都不能得到回復 港圈各家人士 都不能聯繫上周海媚 以及他的身邊人 可以確認周海媚失聯了 至於周海媚的身體狀況 田啟文回復嚴謹 因為他們都聯繫不上周海媚 周海媚家人同樣沒回復 沒辦法核實消息 所以不能確認周海媚是否已經離世 確實對田啟文來說 聯絡周海媚並不是一件二事 因為早在2002年 周海媚就定居北京了 對於周海媚定居北京一事 可能很多人都覺得意外 畢竟在外界的印象中 他一直活躍在港圈 包括他的家人都肯反對 但周海媚還是堅持一個人住在北京 這也難怪田啟文沒辦法從周海媚的 親人處確定消息了 如果了解周海媚 會發現他是一個相當獨立的人 長得漂亮 但是性格卻帶帶咧咧 甚至狂野的周海媚 當年雖然讓整個香港的男人都為之傾倒 但是他的一些行為也讓很多人不喜歡 比如再講這比賽的問答環節 平偉問他有人說過你像混血兒嗎? 周海媚說沒有 又有平偉問他你喜不喜歡看電視 周海媚說不喜歡 之下來問答環節說沒有結束 他就轉身要走旁邊的其他選手見狀 趕緊把周海媚推回去 好不容易答完了 周海媚才調皮的套料一下舌頭 正是因為周海媚的這一系列行為 使得平偉們一致認為他雖然長得好看 但是禮儀培訓不過關 所以最終周海媚連前十都沒有加進 沒有進入前十周海媚 卻肯是開心還對著其餘選手說道 哎呀!終於是沒有束縛了 不用天天去練習這個、練習哪個了 但是周海媚顯然不知道 他這張念的殺傷力有多大 雖然他自己對於當明星沒有任何興趣 但是一些演藝公司早就盯上他了 就這樣 周海媚才是進入了TVB第一期 無線藝員進修班學習 結果學習了沒有兩天 就有位導演找到他演電影《珠仔》出家 並且上來周氏女一號和他搭檔的男演員斯黎明 TVB一看周海媚如此搶手決定提前和周海媚簽約 誰知道周海媚和TVB簽約不久之後 就被安排參加了電視劇楊家將 這部劇會聚了周潤發、劉德華、梁朝偉等 一批當時頂尖的當行明星 周海媚在劇中飾演的是有些害羞的楊九妹 正值青春年少的周海媚把楊九妹那種 羞羞搭搭的性格飾演得懇事到位 可能也是這種嬌醜的表情 使得一位早早就入行的前輩看上了周海媚 周海媚也因此獻上了自己的初戀 也是1985年才出現了一部電視劇的周海媚 就開始在電視劇《小島風雲》中飾演女二號 這部劇的男主角則是憑借著上海灘和雪山飛湖 收獲無數粉絲的呂良慧 兩人帶一次見面30歲的呂良慧 就被年僅19歲的周海媚吸迷得神魂顛倒 呂良慧根本不在意兩人之間11歲的年齡差 直接就對周海媚發起了猛攻 不僅送鮮花 請吃飯還直接跑到周海媚家裡包了裝護雷活 此時周海媚和女良慧的名氣地位差別都很大 所以當剛剛步入演藝圈的周海媚 看得成名許久的女良慧 對自己如是的獻恩勤 他那女還矜持的下去 沒過多久就淪陷了 收獲了愛情之後 周海媚一點也沒有鬆懈自己的事業 主要也是TVB對於演員的管理非常嚴格 不管是演主角還是配角都要求他們同樣對待 也是因此那兩年周海媚非常的辛苦 有時候連睡覺的時間都沒有 可能也正是因為如此努力 周海媚獲得機會越來越多 先後主演了電視劇流氓大亨赤腳紳士等等 後來周海媚又和王日華一起主演了現象級電視劇而不容情 創下了香港及東南亞地區的收視紀錄 周海媚也因此晉升為TVB一線花彈 媒體化用他的名字將他稱為海媚 此時的周海媚也才23歲 已經34歲的女良慧和小女友越來越火 知道結婚已經刻不容緩 於是在美國拉斯維加斯教堂向周海媚求婚 結婚後周海媚依舊癡心事業 而且之前養成的晚上工作到深夜 第二天下午裁起床的毛病也沒有改 女良慧作為圈中人之道 這是很多圈中人的生活習慣並不以為異 但是女良慧身患重病的父親卻很不高興 認為這個儀式婦太冷了 為了讓患病的父親高興 女良慧就勸周海媚改變生活習慣 但是周海媚從小就性格狂野 根本不願意讓步 於是兩人就經常吵架 一來二去兩人之間的矛盾就越來越多 恰好這個時候 周海媚和黎明二次合作電視劇回到尾家時 傳出了飛聞 媒體環報導女良慧久結了一幫朋友報周黎明 就這樣僅僅結婚5個月之後 周海媚和女良慧的婚姻就走了盡頭 接下來的幾年中 周海媚才是因為和日本影星榮賴正敏一起拍攝手機廣告 被媒體爆出關係外媒 因為榮賴正敏已婚 周海媚因此背上了第三者的孟明 之後 再和黃一華合作電視劇天地豪情的時侯 因為拒絕和TVB續約 本身飾演女主角的他角色被編劇寫死 氣氛甚至都不如配角 對此周海媚完全不在意他轉身續約雅士之後 和風中信、馮德倫等人合作了電影《遇到落雨英雄》 但是這個時候周海媚卻試得了紅斑狼瘡 為了維持自身形象 周海媚對外說試得了血小板過低 在此期間滴生集團得董事伍士榮 一直陪伴在周海媚得身邊 但誰知道僅僅2個月後 吳士榮又開始追求另一位美女了 得病再加上感情不信 最主要的還是香港演藝圈一直在走下坡路 於是周海媚決定前往內地北京發展 在北京期間 一次礦母廳的時候 周海媚認識了一位長相像樓長 少他7歲的建築師 兩人因此成為了朋友 熟悉之後這位建築師經常約周海媚吃飯、玩 一來已去兩人的約會地點 就從餐廳、飯店到家裡、床上 2016年50歲的周海媚和相戀了 十多年的建築師男友分手了 至於分手原因據傳是男方想結婚生子 而周海媚沒有結婚計劃 並且他認為自己可能無法承受和孩子分離的痛苦 所以從來不打算要孩子 人到中年無兒無女對他沒有任何影響 此事到了一定年齡 選擇獨居一旦遇上意外 往往會更加麻煩 第一個問題就是失聯 哪怕家人好友想幫忙都聯繫不上 最後也是建議所有選擇獨居的朋友們能做好預案 希望大家平平安安 盡量避免意外發生 至於周海媚的情況既然是失聯狀態 那就全是猜測 還是讓他本人或親友出面回應吧 好了 今天的視頻就到這裏了 歡迎在評論區留言評論 請多多訂閱和關注 我會持續為你帶來更多精彩內容 所以大家在評論區留言點 因為 Book部的公視 엔多等人會選擇 既然會選擇